英國在二戰後的時鐘發展 瑪麗關可說扮演的重要角色 美美館節約起引進 由英國倫敦V&A博物館策劃的 瑪麗關時尚革命者特展 就完整重現瑪麗關 從1955年的精品牧師店 到1960、70年代 透明國際品牌瑪麗關的職業生涯 在當時瑪麗關幾乎可說推動了時尚民主化 翻轉了時尚定義 重新定義女性在新的社會世代角色 最為人靜靜樂道 就是她將衣服從過去膝蓋下的長度 拉到了膝蓋以上 也才有後來迷你群的出現 也因此被譽為迷你群之母 而搭配短裙的出現 瑪麗關也在襪子、鞋子上下風風 帶動另一波風潮 不只如此 瑪麗關還幫許多職業婦女 設計職場上的服裝該如何穿搭 並把原來屬於男性的元素 放入了女性的時裝裡 現在很多戲為常的服裝設計 瑪麗關卻是當時創意的一名者 另外展場上也可見瑪麗關 在羽衣設計上展現的巧思 就連包包、內衣設計都設計創意 人民館館館王聚傑表示 瑪麗關實際上革命者特展 重現實卷全球時尚界的搖擺60年代 讓外界看到時尚如何介入文化社會 不僅僅是流行文化的代名詞 也是次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雖然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所謂 從60到70年代的服裝 看起來是很有明確的復古感 可是我們可以回到當時的歷史去看到 當時瑪麗關如何透過服裝設計 去反映當時社會的樣態 還有他對於女性應該怎麼樣在這個社會裡面 重新去定位他的角色 所以最後當然他就有一個意義就是說 時尚是屬於每一個人的 其實他的意思也是在講說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跟權力去定義什麼是時尚 為了讓參觀民眾對於瑪麗關這位時尚革命者的影響力 有更多認識 在場內特別方映瑪麗關對於服裝設計的想法 以及他在澳洲等地主辦的時裝售紀錄片 搭配VNA博物館公開徵求 各種瑪麗關時裝的影像一個人照片和珍藏 讓外界純溫當年複名全球的瑪麗關摩登風上美麗 這方面還叫楊翔上昭倫 他本想不到